统帅大楼因为强阵倾倒 但是一般的工程机具 根本无法复合统帅大楼的重量 因此花林县政府紧急请求了 全台第二大怪手公司帮忙 拆除工期预计是两个星期 而未在市区的蓝天历史饭店 也因为结构受损 遭判定为红单建物 在进行之内要进行拆除 整个工期也预计要进行两个礼拜 即将拆除的统帅大楼 因为拆除重机械不足的关系 花林县政府特地从嘉义调度 六年前协助云门翠堤大楼 以及统帅饭店拆除的业者 目前已经抵达花林会提前开工 拆除工期预计两周 它这个手背它有三节 它可以一节抬高 再二节三节往上延伸 它这个可以加装 它有四节 现在拆一节下来 再来手背也有长手背的 大费周章出动大型机械 就是因为统帅大楼实在太高 一般的机械实在无法附和 统帅那一栋 它的高度就超过三十米了 所以没有四十几米的 上面拆不到 有安全顾虑 繁年外围用绿色帆布覆盖 一楼梁柱钢筋外露 墙壁瓷砖也夺出薄落 零四零三花莲地震后 蓝天立池原本只有轻微受损 业者要自行修复 没讲到零四二三余震过后 不止富凯饭店同帅大楼青岛 位于市区的蓝天立池饭店 也严重受损 目前已经遭判定为围楼 用黄色封锁线紧紧围住 二十七号已经开始拆除 蓝天立池附近的号制 以及监视器 二十八号也将进行填土作业 预计填两层楼高 就会开始拆除 而整个工程预计会进行 两个礼拜 记者综合报道